郭富城 郭富城這日以頒獎嘉賓的身份出席賽馬活動 提到有份主演的電影《無雙》 在今年的金像獎中獲得十七項提名 而晨晨和發哥還同時入圍影帝 面對發哥這個強敵 晨晨對自己又有沒有信心呢? 能夠入圍 對自己來說已經是一種很大的肯定 無論賽果如何 我都會用平常心去面對 以往獲獎時都會用這樣的心態 反而我現在也祝賀其他入圍的對手 也希望他們能夠獲得好的成績 剛剛過了的情人節 晨晨就被記者拍到 和有了第二胎的太太方媛去了逛街 太太差點跌了 晨晨還立即扶實太太 非常體貼 現在是懷人當中 作為丈夫應該要好好照顧身邊的人 而且一定要去保護她 我覺得是一個應該做丈夫的責任 一向都很喜歡小朋友的晨晨 第二胎都未出生 就已經計劃要生四個了 本來是五個的 不過現在減到希望生四個算了 四個? 對呀 希望 擔心她的肯定嗎? 那我要學習 我都不知道 我都未試過 我覺得身邊有很多朋友 其實都不只是一個家庭成績 即是多些子朋友 其實我們都說了 當下一胎出生的時候 你一定要記住送禮物給姐姐 這份禮物是送給你的 所以她們就會好些 她們就會不會有一個合作 然後慢慢地 都會不會被取消 那到達了 電視頻 在這裏 可惜 照顧人 陣床 大家